音樂 我們整天都五時花六時變 尤其是一些想法是 隨著受到很多不同的事刺激 例如是別人的創作 或者身邊的朋友他們的經歷告訴我們 就算是我們這半年 都會受到很多不同的刺激 然後激發到我們心裏的 很多不同的想法 又有一些更新 這支碟就是暫時我們最新的小陳愛 整支碟都是一個起承轉合 和一個甜酸苦辣的一個排序 我們很想先苦後甜 先說一些可能在高低之下都比較沉重 我們有很多想法 其實一直都存在 尤其是我們跟阿帆 我們有很多知識 或者我們做人處事的一些看法 價值觀 對 價值觀都很互相引起 尤其是我們是被他引起很多 這幾年大過了 有很多對是非黑白 對錯是惡 這件事我們的看法又有些不同 用什麼心態去看待這些東西 都很不同 所以透過這首歌去講 《Window to Spring》是整支碟的最後甜品 雖然是一首Love Song 而是我們小陳樂第一首說愛情的歌 真的有人配搬是很重要的 我們兩個之間 總有人會為我們個人的感受 或者有些傷心或者開心的動用 對 我們很希望這首歌成為一個甜品 讓大家最後甜一甜 如果會定是我吧 連野雪星能醒嗎 《生活外來思》這首歌 兩年前的時候已經有一個完整的廣東話歌詞的版本 我們在今年的九月頭 我們再次圍到這首歌錄 我們的Vocal的部分 我們都有一些的感受 跟梁寶先生說我們錄音的時候的情況 他都因為我們的情況 做出一個修改 也都更加貼近我們想法 還有我們想對於我們的朋友的一些支持 我們可能為了生活一至五的時候 可能會很忙碌 星期五六日我們可能努力 去為了自己心目中一些不同的理想去奮鬥 我覺得很敬佩他們 所以很感謝梁寶先生做了這個修改 令到我們去錄這首歌的時候 更加覺得很有力量 好細長為熟 要當我去錄 發狼 如果分享我這一刻最喜歡的就是《逃避》 因為有一種第二隻碟發顯為宜 同一個力量的感覺 可以在一路自己演唱的時候 或者去表演分享給大家聽 改一刻會唱一句 好像另一個人在搭自己的肩膀 是的 他一直這樣去為自己去轉換一些的力量 這一份廣東話的歌詞 其實是六七月的時候才確認的 其實《逃避》是一個日本傳統的妖怪 這隻妖怪會阻礙別人回家的路 因為他是一部牆 是的 然後令人看不到面前的路 是一隻導彈的小妖怪 我覺得這些困難就像這些妖怪都逃避 他會這一刻阻礙我們看不到面前的路 但是我們可以發生為戰士 去將這些問題一一去解決 還有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是孤身作戰 但是當繼續去面對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很多喜歡的 一起去 就有很多同路的人去面對 我們又不是說很有善意感 我給你一領理 只不過是我們想分享我們覺得的東西 如果大家聽到有同樣的感覺 我們都是同路的人 是發生了很多事 我覺得這些事都是令到我們成長的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即是每當你經歷過一些事 當你解決了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些經驗 去避免下一次 或者令到自己更加做得更好 這些都是我們這幾年 在這個行業 或者我們的人生裡面 遇到的問題 之後我們吸收到經驗 我們成為現在我們的小塵埃 即是成為現在我們的自己 去再寫歌 再去分享給其他人聽 這個是一個過程 不斷有思考的時候 不斷地更新 不斷地對自己的思考 有批判 對 分對和錯 是的 我們都算是 經常都會 拿回一些我們做過的事 或者我們說的句話 我們兩個自己討論 一開始一段時間 我們都會覺得有點辛苦 就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兩個經常都是這樣的呢 有些很搶的感覺 我們都覺得 但是發現 雖然舒服的東西 是永遠不會令人進步的 我們這個不舒服的動作 原來我們繼續做的時候 到今年我們覺得 所得帶來的一些修羅 我們原來可以放下我們的歌給大家 每一份的工作 或者每一份我們所做的理想的事情 都有一個mission 而我們很幸運 我們成為一個歌姐 一個音樂 我們的綱維 我們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們透過音樂去把一些智慧 我們分享 刺激大家一起思考 然後一起進化 一起進步 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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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